廣達因為受惠AI的浪潮 在今年股價是持續在飆漲的 結果未來現在 東向林百里 已經成為台灣的新首富了 對 因為廣達今年股價 漲了1.7倍 當然林百里的身價 就跟著水漲船高 其實他成為台灣首富 大家最驚訝的是 瞧瞧的竟然就是超越了郭台銘 這個成為大概這兩天 整個市場上最勁爆的話題 事實上整個廣達的發展 我覺得他就像是 台灣科技世代的縮影 因為廣達從筆電到雲端 到現在的AI伺服器 這一浪接一浪 越來越大 越來越猛 所以因為他看到 整個AI的趨勢之後 林百里現年已經74歲了 他本來70歲就想要退休 他現在覺得AI這個市場 實在太好玩了 所以他計畫延後退休 80歲以後再退休 所以看起來 未來的廣達應該還很有戲 不過說到林百里 其實他在上海出生 沒多久後 在幼兒時期 苦難時期 就逃到香港 後來又輾轉來到台灣 苦讀念到台灣的台大電機系 這個算是明星學校的明星科系 所以他這個工程師的背景 跟他的性格 當然也影響到的他的企業經營哲學 他信奉的就是所謂的烏龜哲學 那我們知道因為烏龜其實就是 可是烏龜行動很緩慢 慢慢來 但是更重要就是很踏實 踩穩一步再往前一步 所以在企業商場上看起來廣達就像是 龜兔賽跑裡面那一隻不斷的往前進的烏龜 事實上廣達是1988年成立的 當時共同創辦人之一的就是梁次政 他也是現在廣達的副董事長 他們在1998年的時候 筆記型電腦的出貨量首度突破100萬台 可是才經過短短的三年 到了2001年的時候 已經變成全球最大的筆電製造商了 出貨量多少 突破了7500萬台 三年的時間暴增超過70倍 你看是不是超級猛的 事實上我覺得林白裡 他一直有非常前瞻的眼光 腳步雖然像烏龜是慢的 可是我覺得他的眼光 簡直就像是老鷹一樣特別遠的視野 因為剛剛提到從筆電 然後他在大概2010年左右 其實他就已經看到雲端的發展 我們最近在談的AI 其實他在6年前就已經在談論 一定要跨入AI 可是很多年輕朋友可能不知道 這麼厲害的廣達 他1999年掛牌上市不久 曾經衝到850元當過股王 大家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對廣達前幾年印象都是股價 他好像就是百元以下 可能80幾附近 他如何從850剩下10分之1 80 這要從另外一段恩怨情仇來談起 不過我們說到林白裡 大家經常就會去談到 他跟鴻海的創辦人 郭台銘之間的恩怨情仇 對 就是鴻海 因為鴻海其實早期 就是以連接器起家的 連接器跟筆電 其實算是上下有關係 所以為了要打入廣達這個大客戶 當時郭台銘的已故前夫人 林淑儒 他還特別去打聽到說 林白裡愛吃水餃 所以他們邀請林白裡 然後還親自包水餃 然後下廚煮給他吃 所以兩個人就結交了 長達30年的好友情 而且大家知道 霸氣如郭台銘的商場強人 事實上看到林白裡 私底下他都是稱呼他大哥 因為畢竟是有當初廣達推這麼一把 可能才有鴻海這麼強大的根基 不過在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林白裡的健康亮的紅燈 呈現半退休狀態 然後市場就傳出 鴻海想要趁虛趁落 並吞廣達 有這樣的傳言說他要並廣達 對 打入筆電的市場 那為了這件事情 郭台銘還親口承諾說 不會 大哥 我跟你保證 我一定不會踏入到筆電這個市場 不會碰NB組裝 對 你走你的橋 我走我的路 結果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後 因為鴻海的業績掉了 那為了股東 為了員工 只好打破承諾 沒想到鴻海還是切入到 NB的組裝代工了 就為了這件事情 雙方真的這個關係 從檯面上打到檯面下 開始變得非常緊張 除了NB之外 後來就是在雲端的這個戰場 在2010年的尾牙的時候 廣達林百里董事長 就上台告訴大家 我們不會去藍海市場 因為任何的藍海 到後來都會變紅海 言下之意就是 紅海到哪裡 那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最後都是沙價流血競爭 我們要帶大家上雲端 所以廣達先切入 雲端之後 所以它這個紅海值得 其實就是有意有所指 對 值得是沙價流血 結果廣達進入到雲端市場 沒多久之後 紅海也跟著也來雲端市場 一路的廝殺扭打 然後打到哪裡 打到蘋果 因為本來廣達是最主要的 Apple Watch的組裝代工廠 結果沒想到 後來紅海也趁機切進 Apple Watch的第二代 所以我想這個目前兩家公司的恩怨情仇 在今年真的是話題燃到最高點 因為股價也一直在 今年5月19號 廣達收109 紅海收103 終於形成黃金交叉 現在廣達一度還超過200 看起來紅海的股價 有點看不到車尾燈了 那未來AI的新戰場 會怎麼樣打下去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說 這個AI超維的執行長蘇茲峰 下個禮拜也要來台灣了 那麼AI概念股 最近成了當沖客的聚集地 這會不會讓市場也開始擔心 成為航海王的翻版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稍後來關心 稍後來關心